那今天裡面有幾個問題 就是還好我有準備 就是因為我很囉嗦 就是有人提問 社會設計的意義是什麼 或是它是一個什麼東西 那也有人提到 我們是怎麼用 我們的工作室的商業模式是什麼 這個是商業機密 大家等一下會跟你們分享 那還有一些 為什麼選擇台北作為社會設計的起點 還有你為什麼會去從事這個行業 那我希望可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可以答覆你們這些 你們就是大家提問的一些問題 各位大家好 我叫做那個馬克思 但我姓吳 馬克思因為我的英文名字叫Marcus 可是我接觸的那個工作裡面 有很多都是歐巴桑和阿伯 所以他們很難叫這個Marcus 他們都會叫馬克思或是馬克詩 我本來想說我的名字剛才去馬克詩子的詩好了 後來我還是 就是用馬克詩好像比較好一點 這個一開始的概念 其實我本身是學設計的 那我們工作室有一些同事 他們都來自不同的背景 可是後來我們就討論我們要做什麼事情 然後我們就發現一件事情 城市是生活的載體 它裡面有很多可以學習的東西都不停的在城市裡面發生一些事情 還有很多故事 這是我們一開始 你看這張 大家一定是常可見嘛 你們就是大家要趕上下班的時間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那可是在這個空間裡面 每個人頭腦在想的事情 其實都不太一樣 大家都各自為了自己的生活 要努力的地方這樣 這個也是嗎 大家騎摩托車的請舉手 好請放下 大概如果你是正常上下班的工作 大概就會遇到這樣的狀況 這個就是我在講的 每個人其實他頭腦都在想不同的事情 都是為了生活在打拼 而且最近有一些很嚴重的社會問題 什麼比如說我們都買不起房子 女朋友一定要一桶金之後才可以跟他求婚 還不一定會答應一大堆的一些問題 那我們就直接來講 什麼是Social Design 這幾個字 我很簡單的從字面上來做 來跟各位解釋 可能會比較快一點 第一個Social指的是社會 社區鄰里 你們可以理解的 公寓大廈 生活圈 就是一起面對的同一個議題 大家生活在裡面 社群的議題 比如說反核 自行車的一些社群的一些議題 這些問題其實是 大概做了一個歸類 其實他大概只有兩件事 一個是人與人 人與環境 自然環境之間的關係的處理 那我們稱為這個叫生活 那我們要做的事情 其實就只有很簡單的分類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 人生活在環境裡面所面臨的問題 第二個事情是 有些被忽略的美好的事情 這大概是這兩類的事情 我們大概用很簡單的跟各位歸類 Design是一個思考的方式 思考方式講的比較淺顯易懂 就是你怎麼樣去安排一些事情 讓兩件事情 一個是解決這個問題 第二個部分是 讓大家重新發現這個美好 那這裡面其實很重要 就是他開始 就是你怎麼安排是一個 讓大家可以參與 學習的一個過程 你怎麼樣去安排這件事情 所以裡面我們就開始會透過一些 媒介就是我們提的一夜結盟 大家開始有一些合作 讓大家來參與這樣的事情 這個就是社會設計的一個 最雛形的概念 很簡單 他其實很簡單 因為他一直太簡單 所以都被大家忽略了 那我們就不要笨 我們就是做這樣的事情的人 那接下來有幾個 我可能講不完 因為只有30分鐘 所以我盡量講 講到看哪裡講到結束 我大概跟各位分享幾個案例 一個是 我們跟政府合作的 一個是城市夢想家的提案 第二個是青田街區的鮭魚計畫 那第三個是 我們跟台大國際青年 ASIC 這是一個組織的合作的計畫 那 第四個是晴光 就是我們剛剛發給各位的 黑暗對話的 設計工作營 還是讓大家來選一下好了 你們想聽哪一個 因為可能講不完 有沒有比較想聽的 城市夢想家 還有呢 黑暗對話 黑暗對話 再來 那就全講好了 好 第一個 城市夢想家 那我可能要講得非常快 就是它的其實有一個概念很簡單 我們當初在做這個project的時候 其實我們 去想一件事情 就有時候 你想要把一個地方 你想要找一個更好的地方 其實就是把你作品的地方 弄得更好一點點 其它的起行動念就是 那麼簡單 於是我們開始去 想要去做這件事情 那就會涉及到 比如說 我到底財務的來源是什麼 我怎麼樣去推這個東西 那這個等一下 我報告完之後 我們小桌的時候 再跟各位講 那這個概念就會變成 以生活 社區 城市 社會 作為實作的場域 我們去 大概去做了一些田野調查 哪些生活的場域 或是社區的議題 可以被 就是被 找出來 比如說 萬華 比如說 等一下來解釋好了 然後我們 就是先去盤點了一些社區的議題 然後我們透過一個招生 招生希望社區的人也來參加 或是提供 他的社區的場域出來 這樣 那我們在進行了 就是招生 那我們把大概 招生的來源分成 這幾個大類 非空間 非空間指的就是 你不是空間專業的 就屬這個專業這樣 然後有幾屆的 政府有一些資深學員 然後學生 空間公部門 那這個一圈一圈的 其實就是社區的議題 舉例就是我們 那個華光社區 可能大家就是很熟悉的 那這個進來之後 我們就開始讓他們分組 分組變成是 對華光有興趣的 就在意組這樣 所以他就會變成是一個 支持的網絡 然後 然後 在這裡面大家就可以彼此 互相學習 不同的事情 不同專業 學習不同的事情 然後我們開始 引接一些社會資源 社大的資源 公部門的資源 變成是一個 比較大的 社區培伴的知識網絡 然後整個這個概念 我們稱為是城市夢想的一個 社會工程的協作平台 那就是我們開始去操作 這個議題 我們就是前端 我剛剛講的就是 有一些社區的議題出來了 然後有一堆 大概 兩百個人報名 兩百個人報名 他們想要去做一些事情 然後我們開始讓他們做一些議題的發表 去媒合成為一個小團隊 小團隊 然後我們設計了很多workshop 讓他們確定他們是 真的想在這些組別裡面 去做一些事情 所以我們現在目前 今年到12月的時候 我們目前大概有這11個組 在現在正在發生一些事情 那我大概跟各位介紹一下 第一個是 其中有一組是 新移民的議題 那他們可能 他們可能其實對新移民 就是台北是一個首都城市 那有很多移工和移民 所以他們對這個部分其實是很感興趣 所以他們在北平西路那邊 找到一個印尼街 他們開始去做一些事情 但是他們目前 這個我只能很快的介紹 因為可能時間不太夠 那他們發現其實他們的語言 讓他們限制了他們 前一陣子的不是有 那個台鐵的紅龍 就限制他們不可以在那邊 那是因為他們可能 找不到他們想去的地方 因為語言 那因為我們公安局做的 都是台北市觀光景點 而不是印尼的生活 生活必須要去的點 所以他們 後來他們決定要做生活地圖和紀錄片 那另外有一組在大安區 就是我們師大的對面那邊 推屋頂種菜 那這組其實目前做得很好 那這一組的話 其實他是關心老人的議題 那個大龍 大龍 老人養護中心 剛開始蓋好之後 他兩年之內就沒辦法進駐 的原因是因為社區反對 所以他們開始是透過 這個大龍養護中心前面的一些原意 的一些 栽種 讓社區人參與 然後讓他們兩個堆力開始慢慢降低 這個就是在大安區 羅文嘉先生開的水牛書店 他們想要 就是去談the private sector 對就是我們在講的 US Partner 類似這樣的功能 怎麼跟街區有一些合作 那這個他們去討論 安東市場 市場可以做什麼 使用的可能性 那這一組 是還蠻特別的 這組他們本身專業 就是有一個 他們有一個很專業的 偵測 偵測建築物裡面有沒有讀 的這個專業 於是他們就開始 透過我們這個課程 開始是偵測一些建築物 然後去測量那個環境有不友善 然後要引入什麼活動 或是解決方式 那這組內湖區是他們關注一個蝙蝠 與人的議題 那他們要透過策展 還有一個製作繪本 那因為裡面有一個小女生 其實他就對蝙蝠越來越喜歡 因為蝙蝠我們進去之後 我們發現 一件事情 就是蝙蝠 其實他最高的壽命 可以到達30歲 所以他其實本身就是一個生命 那這個是 另外一組是 在萬華區有個心腹市場 他們也是一個古蹟的市場 他們去探討這個市場 真的只能做市場用嗎 難道沒有更多的用途嗎 那是另外這一組 是在士林區的西山社區 他們開始去推食農教育 社區報還有口述歷史 就是這些農夫 也來上我們的課 但是在農地的時候 他們就變成老師 另外一組是青田街 他們要去推老外刀 還有口述歷史 那最重要的是 他們要讓他們的社區組織 比較健全一點 接著 就是我大概跟各位 講一下青田街區的 鮭魚計畫 太嚴肅了對不對 我有點緊張 因為其實我很少 就是在公開講場合 講話 我不太習慣 所以你們的眼神要溫柔一點 好 剛剛講得很快 因為我想要帶過 把那個重點放在後面 就是 就是 Social Design這個概念 其實它可以 做很多事情 做很多事情 那我現在就要談 我們做青田街這個計畫 因為這個計畫 是我們 不完美原創工作室 想要長期 投入關注的議題 所以我會講的比較多一點 這句話是Social Design as a Tool to understand 就是我們透過Social Design的概念 去瞭解 一個社區的政治生態 有時候我們想要去社區幫忙 可是我們一 踏入社區的政治生態之後 我們就會陣亡 然後就會花很多時間 在處理政治的關係 所以我們在進場之前 我們做一個設計 去 去 去偵測 不是偵測 不是偵測啦 去了解 就是它街區組織的政治生態 到底是怎麼樣 所以我們去年 就剛好有 UIS Partner 所以我們去年就投了這個計畫 那因為這邊有 政府的人沒來對不對 莎莎 只有你們來而已對不對 這個我們當然 就是提案的時候 我們就會跟政府講 其實我們想要辦城市 讓城市有不同的事件 在這個公園啊 街道發生 可是我們真正的目的 就如同我剛剛講的 我們要去偵測青田街 還有遊山社區 大家應該有聽過嗎 就是它隔壁的麗水街 兩個社區 他們的政治生態 到底是怎麼樣 所謂政治生態指的是 里長和社區發展協會 的關係 怎麼樣 那我們就提了一個 很虛偽的提了一個 城市富夢小草地的計畫 那我們在這個計畫裡面 我們設計了三個元素 一個是我們談的夥伴 然後地點 然後我們要創造什麼東西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 在去年合作的夥伴 那我們開始透過社交媒體 因為我們就有一筆錢嘛 那一筆錢的話 我們就跟他講說 我們現在要來辦一個活動 讓城市 好像讓青田街的媒 被看見 所以我們就把說 我們沒有設計活動 的內容 你們自己來設計 所以就開始看到 這是遊山的 設計發展協會的理事長 這是里長 然後這是青田街的 所以我們就在裡面 因為他們認識之後 他們就會在 人 是很複雜的動物 他就會在背後 講很多人的壞話 所以我們就知道 他們的關係是什麼 只要坐在檯面上 都是假的 那我們就開始去跟一些 就是藝術家合作 開始找一些藝術家 剛那位大概 這裡應該有人有看過吧 然後這位就是吉他 那我們開始 這些都是活動 就是我們在安公室 去辦 里方是可不可以 有別的使用的可能性 那就是落語 然後我們在金華公園 播放 就是家住青田街的紀錄片 就在遊山設計發展協會的日式宿舍 然後這裡面其實我們透過三個媒介 一個東西就是 音樂 一個是紀錄片 一個是落語 落語就有點像相聲 那我們 其實是要創造這個社會的 笑容 愛和關係 那接著呢 我們大概知道青田街的政治生態之後 於是我們接下來 要做什麼事 剛好有一個機會是 沈甘伯 這也不是一個好機會 就是 因為有台大文學院的院長 還有他的夫人 去世了 去世了 我們大概有三週的時間 開始 要到一個日式宿舍去做一些事情 那這個是沒有經費的 這一棟就是那一棟日式宿舍 因為他在三週之內 然後他們的後代就要被趕走了 台大就要收回了 所以他們想要 希望去探討 這個日式宿舍除了做餐廳以外 到底還可以做什麼使用 於是我們讓這件事情 有一些想像 那想像其實我們夾帶了一個 比較鄰近的社會革命 我們把這件事把它展開 讓大家可以參與 我們開始利用一週的時間 去撤會日式宿舍 那我們利用撤會出來的東西 變成是一個展覽的DM 那這是我大概展覽的時間 我們跟社區的人開始去討論一些議題 然後也讓部展的人 就是活動讓一些學生可以參與 那我們在一邊 大概只有一週做填調 就是要等這樣 我們活動中 可以測部分 如果大家知道 可能要Justine 來給他們 地點 建立所 所以呢 critic 其實你全家族是名流 這是不是台大學院的甚麼院長 不然就是师大的老师 那我们就请他们回来召开记者会 那这个是沈钢伯的女儿 她就去讲住在这个建筑物里面 是怎么样生活的 那请他们讲沈钢伯夫妇是怎么样教育他们的 那这是余国信 我要请来谈老屋怎么保存 郁教卿老师让大家去想这个书院未来要做什么 然后建筑物的结构导览 然后最后的纪录片演唱还有首页 那我们大概在这两周的展览期间 我们大概累积了500份的连署 参观的人大概有一千人次左右 那我们其实在某一个部分上 有一个临近的革命 其实让台大有一点点压力 台大它就是成了不会为商业而商业 然后这件事可能是骗人的 那social design as a tool 去实践 所以我们现在就开始 我们经历了两年之后 我们就知道清田街它真实的议题在哪里 不是日式宿舍要怎么使用 而是街区没有推动保存的人 它只有靠社群的力量 所以这件事它永远都推不动 于是我们开始去做一个社区 要去安排处理这件事情 那这件事情是我们开始发现 其实那边好像有一个清真寺 还有师大台大有一些学生老外 那我们就开始要利用老外这个媒介 就是有些外国朋友 他其实住在台湾很久 或者是他来台湾学华语 他会讲中文 那这件事情其实他蛮有噱头的 所以我们要把他训练成为解说员 解说员他会讲中文 他就讲英文 那因为目前在台北其实很少看到 就是说 我在当然老外的 所以我们才会去做这个动作 另外就是台大师大 他有韩暑教有一些华语文的中心 所以这些以后如果培训出来 就可以跟这两个学校有个乡谱教材的结合 那这些东西都会回到 最后就是要解决这个社区发展学会组织健全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开始有一群人 就进到社区里面开始做田调 这是里长 进到日式宿舍 然后参加清真寺的礼拜 然后我们开始跟他接触 这是在清真寺里面认识的一个 妹妹 那我们开始最近要培训那个老外的解说员 我们正在招生中 那这件事情呢 后来我们就遇到一个单位叫ISIC 就是台大国际青年组织 那我们就开始要去谈另外一件更无聊的事情 更无聊的事情就是说 我们开始跟ISIC这个单位合作 那我们开始跟他合作之后 我们ISIC有来吗 没有 我们开始觉得他组织可以就是有一些发展可以更健全一点 于是我们跟他合作之后我们开始要去调整他内部的一些组织的状况 老外导演这件事情 因为ISIC他每一年在年底的时候都大概会有一批老外来台湾 可是他们带来之后他们不知道要做什么 所以他们有一次在某一个场合我们跟他遇见之后 我们开始去跟他谈 我们要培训老外 那他大概今年是12月的时候会来6到8周 所以我们老外就可以导演他们的老外 那导演他的老外之后呢 我们就是我们又开始就是把社区变成是一个让大家练习的做一些事情的场域 所以我们开始帮他设计两天的那个48小时的纪录片工作营 那这件事情是为什么要去做这样的设计呢 因为那边时间一直在跳 我好像都没有在呼吸 好 好这个我们为什么会做这样的设计 就是说因为清田街他需要老外去看他的好在哪里 但是透过纪录片他就一直累积 他每一年都会有人来 所以都有外部的人去看 去跟你讲你清田街哪里好 但是国外的人来看跟住在那边的人来看一定是不一样的 所以他会一直累积那个资料库 好就影像的资料库 那 所以我们才会去做大概是一个这样的合作 那另外他里面其实有一个领袖人才的培训 那我们觉得领袖人才 当然外面在讲的那一套领袖人才就是说 你还有什么样的什么意思 但我们觉得领袖人才他必须要具备公民的素养 好这一块是大家不要再少谈的 所以我们这一块我们开始可能会开始跟他们研发一个有关也是领袖人才的培育的教案 但是是以社区城市为单元的方式去处理 那慢慢的除了就是以青年接 但是如果跟这个组织合作的话 我们就开始可以发展到别的社区去 比如说北投或是哪里 那这里面就会产生事业体 最后就是 大家手上有拿到这一张 这个就是今天的那个重头戏 但只剩下三分钟 晴光商圈大家应该有听过吧 晴光市场 那那边 我们开始这个workshop 这个studio 其实要进场去解决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我大概用那个我们安排的方式来跟各位说明一下 就是那里面有一个无单的科技发展协会 还有一个卖额肉店的老板 他很关注这件事情 那我们在这个project里面 我们去找到一个黑暗对话社会企业 股份有限公司 跟他们合作 我们把这三个单位 把它串在一起 那我们设计了一套 一个刚拿到的那个studio 让学生参与 或是大家参与这样 然后这里面我们开始设计一些东西 来参与的人 你最好 坚责那个500元 给爱芒基金会 然后 透过那个studio 他会提出 如果有 我们现在目前大概有 四个设计团队参加 参加他就是要解决 等下的那个社区的议题 他会有四个 就是完整的提案 那我们就把那个提案送给政府 然后第三个就是你可以理解 我们等一下要关注的议题 这个是 发生在秦光市场 的一个真实的议题 就是我们 有几次走在那个 秦光那边的时候都看到 一群市场朋友 在巷子里面迷路 不然就撞到电线杆 那我们要去解决这个问题 那一条路线大概是 中山国小站也要出口出来 大概是沿着这一条走 因为他们要到无障碍科技发展协会上班 或是 咨询 或是参加活动 那这两位就是我刚提的 就是很重要的 在这个studio里面很重要的人 那我们就设计了一个 要解决这件事情的工作营 就是这里 这个应该不用讲吧 要吗 还有一分五十八秒 好 我们把这个工作营啊 就是我们开始 让刚刚那个三个团队结合在一起 去讨论几件事情 11月3号 参加他会在早上 9点到10点半 会有一个黑暗对话的体验 那这一套交案其实是我们刚讲的 跟黑暗对话社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合作 他赞助我们的 这一套交案在外面是德国营进来的 就是去谈黑暗这件事情 因为我们要解决的是四账的议题 那我们希望 让参与的这个设计的学生 他可以知道黑暗是什么 这一套大概 他其实赞助我们这一套是15万元 每一次体验 你如果是在外面参加 一个人要缴5000元 所以我们才说 如果来参加的话 你可以捐助他500元 你一定是值回票价的 那下午的话 我们就会安排无障碍科技发展协会 然后就有一个市场环境行为的体验 你就会带眼罩 然后去走市场朋友在走的路 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情呢 是为了这两天 因为有些设计团队参加之后 他会在这三周里面提出具体的提案 解决的方案 因为这件事情其实发生在社区已经大概三年的时间 一直没有办法解决 还有22秒 所以我们这个会有两周的设计工作方 这个是11月10号的下午 他们会发表 所以如果你们有时间可以去看看 他们操作的那个发表的结果是什么 那11月17号也是大概两点到六点的时候 就会做一个成果的发表 那我们可能会召开记者会 就让政府知道有人在关注这些 而且具体提出一些具体的做法 那你就要有一些回应 好 这个其实是一个存在的标志 那这张是一个网络的一个DM 就是说 我们可能可以不知道我们从哪里来 可是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 我们要往哪里走 那这句话就送给大家 最近的一本书的书名 就是我往那个方向走 那可是我不知道 它的终点会在哪里 可是如果这是你热爱的事情 就请你勇敢的往那个方向走 谢谢